热 叫著 請坐 小班長你喊的太快了 我都還沒有讚 各位同心各位同志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好 我剛才說 你們上過三天的 那裡做客戶 那個臉就都開開了 你都開開了 大家都笑 味 味 真好 這沒有你的心啦 裡面不怕 非常好 今天我要說的這一個客戶 就是我們算初期班 你們要了解現主持臺灣的地位 我上回有說到日本天皇導航 投降這兩次 在國際法裡面沒有代表任何意義 導航不是說導航都給你 雖然是說無條件投降 但是無條件投降 不是說都記在你 看你要怎樣都可以 那不是 國家不可以這樣 因為 國際法有一點規定說 漸女不能移轉租款 在1830年 183坑年 184坑那個時候 國際法的規定就是 漸女以後 你土地就變別人的 變他的 戰地為王 但是呢 主張拿破崙時代以後 這個國際上 尤其是歐洲 他們就沒開過火 就是說 你若說漸女可以移轉租款 可以併吞的時候 我告訴你 現在這個世界差不多一半以上 都是叫做美國 因為世界不可以說 當中變成美國人 美國也很有自製 自我 控制 控制他自己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個國際法是一定會 會讓國際所有的國家來遵守 當然啦 有很多人想說 我又敢願意讓你美國併吞 要變成美國人 但是美國的憲法有規定 美國的憲法裡面的規定是什麼 就是說 在第二次世界財政 以後 美國人 他說我沒有美國政家 我的土地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財政 以後 這個台灣的問題 發生的時候 杜勒斯 就是那個 叫古金山浮兵條的那個人 杜勒斯 其實這個杜勒斯這個名 在我們亞洲地區 聽不懂 就是說我們都要知道 你知道馬關條約什麼人下來 名叫做杜勒斯 現在就這個和平條約 下的叫什麼 也叫做杜勒斯 這兩個杜勒斯有關係嗎 有 同一個家族 一個阿公 一個孫 所以這個杜勒斯 他這個家族 他不說他對這個建政法研究 很好 但是我也研究我很好 我這個不知道說 你不用打破 我打爪 這個沒有 杜勒斯 他剛才在想什麼 我在我的文章裡面 分析得清清楚楚 一點就沒有他掌握到 杜勒斯 因為頭腦很好 他就知道這個美國裡面 這個政治要來解割 日本三部導航 導航這兩次 投降這兩個字 其實在國際法裡面 跟政治法裡面 沒有 沒有太重要的關係 重要是這個後面這個 發生的戰 所以 導航 代表什麼東西 在國際上來講什麼 停止戰爭 停止戰爭不是中戰 所以如果跟你問說 台灣中戰在什麼時候 台灣中戰是什麼時候 和平條約 生效以後 才是台灣中戰 就是和平條約還沒有生效的時候 戰爭仍然隨時會發生 所以 十月二五 那天叫什麼東西 十月二五是 丹義 丹義台北民軍 來在台灣接受 這個日本的導航 日本是向民軍導航 不是向中華民國導航 所以那一天 他說共學 實在是不對 因為 台灣人 建書絕對不是叫做共學 所以那天 在建政會裡面 那天叫什麼東西 聽我清楚 那叫做 交戰國 占領時期 在那個時候 雖然是 簽導航 但是戰爭隨時可以發生 會發生 所以叫做交戰國的占領 所以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叫做交戰國的占領 所以 聽清楚 二二八十 一九十七年發生的時候 丹義跟美國說 因為占領地區的老百姓不服 我占領軍的占領 所以他們在請願 他們在示威 所以我就動武了 所以美國 為頭到尾 無人的觀念在這裡 尾領的時候 尾領軍的意志 就是命令 你不服從 都不行 他可以開槍 這問題來了 二二八 你這樣說 是不是二八都要給他試 沒有 二二八 國民黨排來四十二書裡面 那時候做很多 不然把你市費 不然創什麼 都把他集體 把他穿掉 這是 建政法裡面 當然 你在這個時候 中華民國的法律 你給他告 你絕對告不贏 他在他的法律裡面 要告中華民國 為什麼叫告贏 你就要去告美國 要去用 建政法 國際法 跟美國告 這樣才告贏 所以 我們台灣人過去 一直自己覺得說 你是中國人 你若是中國人 我告訴你 他跟你台語說應該 問題是發生在這個 法律上的觀點 對方是敵人 我們是要做對 所以 由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得出來 到今天為止 國務院 美國國務院 是台灣人的 敵人 他現在你看台 我們台灣人 不是用很友善的眼光 跟你看 他是用什麼 他用 建政的時候 敵國 你給你看待 當然 我 剛開始想那時候 我見面就在馬國務院 國務院 透過關的 把這個 國安這邊說 因為國安有你跟他們說的 他說你也把你拉著 說不要每次在馬腕 我跟你們剛好 你對我台灣人很壞 你對台灣人壞 但是你中華民國夭壽好 中華人不對 你都不說 所以 但是我要跟我們所有 學員 跟我們中央這些人要說 雖然國務院 的台灣事務協調會 已經說要跟我們談判 但是你對這款的談判 你不要記憶 厚望 你就不要想說 哦 談判的自己會拉好 越來越好 沒有 但是這沒有一點 國務院的台灣事務協調委員會 他沒有跟中華民國聯絡 他和我們聯絡 為什麼要跟我們聯絡 我們是台灣政府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當然啦 你如果不來上課 你不一定看見 尤其台灣民政府 如果台灣臨時政府可以嗎 不行 台灣國可以嗎 不行 台灣共和國可以嗎 不行 為什麼那些名稱不可以 只在台灣民政府可以 這是完全叫建政法的規定 戰爭法 國際法 美國的憲法 就今天和平條約的規定之下 讓台灣民政府合法的成立 這要打破了 所以我說你們反應有夠慢 要打破的 點點聽 不需要打破的 噗噗噗噗 要再聯絡 我現在給你們注意 當然 特別說 我比較兼詐 兼詐 我會設局 讓你們不要打破了 再給你們陷 其實我都知道 你們在想什麼 但是想什麼 沒關係 你聽我的演講 裡面 我會 將你的思想 給你慢慢的糾正過來 這也要打破了才對 美國事務 台灣事務協調會 願意跟我們說 那不是我嘴說的 那是政社有一個文 給我們的 台灣大賽 我說台灣大賽 不是中華美國大賽 是我們的大賽 台灣大賽 我們現在大賽 其實是副大賽 我們的政大使 是我們的副主席 叫做蔡明法 副代表現在躲在 中岸的辦公室 那個叫做林德星 洗臉的 不錯 所以 我沒有那個姓氏的歧視 我一講求 因為林德星有政社跟他統帝 說 OK 我們 要準備一個時間 要跟你談判 他跟你寫這段 就是說 我們這邊要開始準備人 準備好 你之後 一次如果頂出來 我們就要去國務院 直接去國務院 大家坐來說 台灣要怎麼走 但是雖然說台灣要怎麼走 我告訴你 你不要抱以厚望 因為國務院 他不說 他不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直接領導 直接長官 我們的直接領導 直接長官是什麼 是美國 軍事政府 USMG 這搞清楚 所以 有人覺得說 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要走路 要怎麼走 要叫法律來走 你如果不叫法律去走 你黑白走 你會跌倒 所以 我 經常跟我們的所謂成員 跟大家說 我們要追求 我們台灣人 自己自主 自主的一個道路 一定要按照國際法 你如果按照國際法 下去的時候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 或是國民黨 不敢對你 怎麼樣 這就是為什麼 到今天為止 中華民國 東局 台灣當局 台灣關係法 下面的 管理管轄單位 叫台灣 台灣 台灣 他不可以對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採取任何 形式 以上的 罰則 所以 我們公共人 台灣民政府 白掛起來 台灣政府 所有的砍棒 踩下去 都沒有 所以各位 當然 你們現在去外面 遇到的 那個 做坡 或是遇到的 很多人 你自己反映的 會不一樣 因為他們沒有受過教育 他們受的教育是 以前的那裡 覺得說 台灣是中國人 這個中國人 又是中華民國的人 所以你當然 你在中華民國的體制 你讓它 索白掛起來 你自己遇到現在 現出事 真的在一起 你會怕 你會怕 會怎樣 會怎樣 你看到報紙 聽說中國很強的 中國會把你打 所以 這個長 我長就 含那個 我們的議長 我們去台南 回來的時候 坐結論車 在國體坐結論車 坐結論車的時候 我們就 那個 他說 我要來 原營坑路 事件也最知道 啊 台灣國人 我 不好意思 不是台灣國人 是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說什麼呢 他說 你台灣 台灣政府 還不知道中國的同意嗎 各位老早就說過了 我說跟中國是什麼關係 台灣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你這塊土地在原青的大皇帝 已經英雄掛給日本天皇 已經掛給人了 你要再說什麼 只會不會是我們這間家 我們來阿公 將我們這間家 來賣給別人 還是掛念給別人 永遠割讓給別人 我們那時候 我們要跟他們抗議 那可以嗎 不行吧 我們這塊的事情 你如果知道 你就知道 國家的事情也是一樣 有的人是說 你是這個 馬關條約是為 做鴉片戰爭 各位 沒有 不是鴉片戰爭 馬關條約 是清條 他的那個艦隊 和日本的艦隊 修台 那是 台後 坦白說 跟台灣也無關 但是他建書啊 清條建書 我跟你說過了 建書的國家 要背什麼人 建贏的國家 這沒辦法 這國際會的規定 建書就在其他嘛 還要背 所以清條就是 一天才不會都在建書 因為八國年間 建書什麼都輸就對了 中國人很習慣 一天才不會輸 後來 中國人繼續輸 我跟你說 他喔 不知道自己的 台語說得難聽 腳踩幾股 比較搞不清楚 你明明 但是他自己很厲害 唯一一次 他都說得很大聲 你看南海 南海的時候 中國是不是跟那個 外南 跟那個福利賓搶什麼 啊啊啊啊啊啊 欸 美國一個派兵 幫忙外南 幫忙那個 做福利賓 中國就叫做回來 啊啊 我們的那個 鄧小平說要和平處理 主動 幹 我跟你說 尖閣群島 釣魚台也是一樣 美國已經說三次了 說得很清楚了 釣魚台 是屬於 就是說尖閣群島 不是說釣魚台 尖閣群島 的管轄權 是屬於日本政府 對於釣魚台 尖閣群島的主權 這個主權 所屬啊 美國不表示意見 其實中國一直在 銷售釣魚台 會懸念在 台灣 如果我做釣魚台 這個群島 他就能夠得到 台灣 因為 馬關釣魚 第二條說 台灣 台灣的周邊群島 和澎湖永遠割讓給日本 周邊群島 黏著火 你黏著火 有人說 因為釣魚台有一份多的醬油 各位 醬油對我們台灣來說 沒有要緊 為什麼 我們台灣 釣魚台 尖閣群島的醬油 那個荷蝦 荷蝦 藏到 關田 台南的關田 美國說 中國美國 你不敢鴻 因為你是尖閣 你沒有租款 所以今天為止 瘀一筐 只要你看那個瘀一筐 那筐的醬油 供應我們全台灣 兩個percent 一年的生產的醬油 如果這場的順 我們聽過瘀幾筐 我們記得這樣 我們的土地 我們瘀幾筐就瘀幾筐 你瘀100筐 1筐是2% 50筐就 都有夠用了 另外50筐 不會啊 這樣你會好用嗎 所以我們18筐有座 有可能嗎 18筐的座 不用扣黑 怎麼不用扣黑 太多了 我們現在 全台灣的空有多少你知道嗎 你要聽嗎 要嗎 240萬 240萬的扣廚 然後現在那個老外的家 我要收到回來 你流氓 你不能把他帶我的家 我沒有給你 帶的都要拔一拔出來 你如果買可以 你要給我買 你怎麼都住在那邊 免料 你去給我問那個印度 印度在格蘭沙拉的那個 那個流氓的地方 他那個地方是跟什麼人做的 是印度做的呢 跟印度做什麼人付錢 美國付錢啊 如果中華民國已經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好改 你如果還要繼續大 可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請你付給我錢 我才讓他住 有印度嗎 這要拍手 你錢有夠多 那錢 這些錢 都是錢 花不完 這樣開心嗎 你洗什麼都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 民政務一定要有信心 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空皮保持 不是黑白說 我們是都照法律來說 有的人說 國際法律什麼人要給你尊手 我告訴你一定尊手是什麼 什麼人的軍頭部 比較大顆 這樣台灣怎麼有軍頭部 有嗎 你有軍頭部有嗎 有嗎 有嗎 有的丫手 有 有一個丫 一個丫 一個丫 好像一個丫 你有軍頭部 大家都有 我說軍頭部的意思 你有刻刷嗎 那個說是什麼人 美國啦 你誰叫你美國來給我尊 所以我告訴你 你不可以 現在美國越來越清楚了 好像是美國去選擇的 波兜里克 他把波兜里克的人說 你也拜託 其實他兩年前跟我說 他說 我一定要讓波兜里克 公投一定要同意 不是變成美國的51州 就是變成這個 做獨立 兩年前跟我說 九年 波兜里克就真的投票通過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我不知道 其實波兜里克用百幾年 你看嘛 1899年 到今天 百多年 波兜里克 四個月投票 撞過 好不好 波兜里克很平衡 怎麼說 他們那個人跟我們台灣人不是不一樣 他們那個人說 我怎麼獨立 我怎麼變成51州 我給你選你啊 美國佔領 所以撈北是怎麼 不用扶兵 不用擾水 有送嗎 這台灣人最愛的 台灣人說到水金 都也走 就走到明明罩嘛 我告訴你 我們台灣民政府 國際地位正常化一後 美國一定會跟我們說 你聽我跟你說 美國要進入內府的那個 軍事政府占領地的時候 我跟你說 美國一定會跟我們民政府談判 他說 你們不希望我們佔領了對不對 我讓你們自己去自治 讓你們自己變成一個國家 各位你買嗎 買牙手 買牙手 一個而已 兩個三個 三個 沒有牙手 沒有牙手 你沒有牙手有什麼意思 台灣人很愛眼睛看眼睛 沒有牙手 我不要牙 各位 我跟你說 你們要聽我的話 我要要求美國 你跟志遠跟我贊名 你就繼續贊名 但是 還沒說完 但是 他在那個內府 他已經是九十七年 還在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 還可以再圓 你來賊給我贊名 你要幫我保護 今天不像美國 他在贊名 那個波多利哥 他就要派兵去給他保護 波多利哥 波多利哥的人都不用作兵 武器也是美國在給他提供 各位 我們要買武器嗎 我也沒有 我沒有你光顧 你給我贊名 很高興 拜託你賊贊名 他如果給你贊名 你不用作兵 你說 那沒志氣 沒有人在要作兵的啦 不要騙 作兵台也水油 有免費 有沒有 做兩年做得很辛苦 一年十九月就很辛苦 我會做三年 做得不可以體育 好 你做兩年 做三年 我相信沒有人要作兵 好 要不用作兵 骨骰進去 沒有武器 你沒有兵就沒有武器 武器什麼人要做 說美國你給他贊名你要付席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們就要賴皮 賴皮就是賴到底 你繼續贊名 够贊名一年 我們就生一年 我們讓他贊名 以後 要跟他贊名 做給美國 你要跟他做啊 欸 這就像這個 夏威夷 很多軍艦 飛機場 都是做給美國 欸 欸 是中華民國不建設說 跟我們用我們的軍艦 用我們的飛機場 說喔 你們要愛國喔 什麼人愛國 他是跟你贊名 所以他沒有在負利錢 你如果美國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 照美國的憲勞 使用者付費 美說我不要做 你不要做沒關係 我做給少年 欸我這個開玩笑 現在他在看 我沒有做給少年 不用煩惱 你美國一定要幫他做 你幫他做你就要付多少錢 你向他付多少錢 你同樣要付多少錢 這樣對不對 不好意思 這樣有錢嗎 有很多錢 你的錢擠到你不知道要怎麼贏 啊 醬油 啊 要捏不去 啊 還給他 軍事贊名 你有沒有妨礙 沒有 我就說 你軍事贊名 你美國也不能穿 兵仔 給誰 漏漏 美國就是這樣 他拉扯了 他比較像是23條的 就這樣和平條的 軍事政府在贊名台灣 但是有的人說 我都沒有看到美軍 我告訴你 什麼叫贊名 贊名的意思是說 我穿兵仔 讓你看他說我穿兵仔 我穿兵仔 現在的兵仔 沒那麼堅囊 隔壁說 今天我選擇 這個土地上 所有的飛機 都不能把我背過 如果背過我給你打下去 空中的兵仔 這個海域 這個海域 所有的順都不能讓我經過 如果經過我用魚雷給你打下去 海上佔領 土地 這個土地 我如果在1.5.2.5 海上佔領 這就是佔領 所以有的人喔 就是我們佔領 就一定要看到美國朋友 拿一個 帶一個鋼盔 擦一支穿 這樣就佔領 沒有 現在戰爭也沒那麼堅囊了啦 所以 美國現在都發明什麼 無人飛機啦 諸如此類 就是美國人 他坦白說 美國在這一方面 的確是世界的先驅啦 中國 表面上現在看起來 他都在學美國 偷帶美國的工具 偷帶美國的軍事的機密 你做他的東西 你不用煩惱啦 中國人可以放的 只有這樣而已啦 我就跟你說F-22 他也把他放一個 箭20 比人家比較大 四公修半 他說他隱形 美國也有說 他的屁股紅紅 他的圓筋很大顆 背起都看得到 這樣叫隱形嗎 美國的航空母艦 這隻是 七八十億喔 中國的航空母艦這隻是 兩千萬美金 我相信我們大家來求一 也要求兩千萬美金 如果要求兩千萬美金 我們還要求 海上旅館 中國那隻叫做 那跟軍艦 不能讓他騙他 他說 他也有兩隻飛機 可以降落 他說他這隻 美國跟我說 他的三個缺點 他還沒有辦法解決 三個缺點你要知道嗎 要知道嗎 你要知道嗎 你回到好處 航空母艦頂管 他沒有攔截繩 攔截繩 飛機槓就有 腳趁偏有一個尖尖 就要把它繞著 還不再跑去 有嗎 他沒辦法做 他沒有攔截繩 你有看喔 就這個 腳趁偏的這個尖尖這個 這個 你們看那個尖尖很簡單 那個尖尖他沒辦法做 這個尖尖可以做的國家 沒有人要賣給他 拜託全補買沒有 到現在的危機 大家都沒有給他 所以 他用特技表演 他訓練一兩個 只一兩個而已 所以飛機 這樣停 我跟你說 一直往後 你都沒有人看的 我反彈海電落幾隻 你搞不清楚 絕對的 那是絕對的 所以各位 第二點 他的航空母艦 在雷達上面看起來 很明顯 美國的航空母艦 每一隻 他現在有11隻在外面走 那兩隻 要再在那個 在修理 不修理啦 要再製作 他的航空母艦 你在雷達上面看 他有一個防護網 就是 表明說 在這點 A點 但是實際上在B點 所以你如果用飛鑽打 你打得不到 這是美國跟我說的 第三點 航空母艦頂管的發電 它的發電 差不多一個 上海池 那麼大的發電量 中國做不出來 所以喔 你都看那個表面 我們台灣也是很愛看表面 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是 航空母艦 中國的航空母艦 好像很勇 但是實際上 不堪一擊 人日本說得很清楚 你如果中國豪大 你向台灣開炮 我14小時裡面 還是四十八小時 將你埋在海民上的尊者 全部見面 這是中國 中國人 很愛看台灣人 台灣人也很愛給他 竟然會跟我說 中國不知道會答應嗎 你們家 我就很簡單 你們家要帶母 我問你們家隔壁的歐梨桑 我剛才要帶母 不知道可以嗎 要問的請你走 沒有嘛 是怎麼說 台灣跟中國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 你們一定要很清楚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說 跟各位報告 這個沒有你在這裡 學習以後你就很清楚 台灣跟中國完全沒有關係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回去 你跟他說 你就要參加民政府 你不要再說 要參加民政府 你跟他說 你要扮新聞證 新聞證 那種新聞證 現在世界可以用的 你知道嗎 以前你買高鐵 當然你要六十五歲 醫生才可以 六十五歲以上 要用那個新聞證 可以買 可以買 以前說 郵宮 銀行 差不多都可以使用了 因為現在差不多一萬張 在外面 贏贏了 現在最新的這期的 後禮拜日就來了 一千一百分 我們現在差不多平均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都有一千分一千分 這進度 這個新聞證 是美國他們的 又說一次 三日新聞 臺灣民政府自治身份證 自治 他們不是說 也對也不對 這個自治是說 不是我們幫他製造 因為那個計劃 要十七八億的計劃 我們要去拚十七八億 來做那個新聞證 那個IC版要怎麼做 不可能 和中華民國就沒辦法做 他的護照上面的IC版 他的晶片就沒辦法做 那個晶片上做的 我告訴你 都一樣 我們跟中華民國都一樣 是美國國家安全部製造的 就是國土安全這個單位 所製造的 但中華民國有一個多數 我們也有兩隻多數 這兩隻是 特別說臨時 你一定要贏的時候 可以創的 那個賭卡 我們跟中華民國 現在是佔於平等的地位 但是台灣政府 我再說一次 各位我們不是政黨 我們是政府 政府 政府 老闆哪 接著政策是 上次是向大家求稀金 十七個跟你說 沒台無日 叫你來沒款 沒有耶 絕對賣 那有錢 不跟你沒款 所以各位 台灣民政府 現在是 現在是 照美國的基石 我們正在建構台灣的主權 當然這個主權是日本同的 但是我們正建構 我們在建構之中 所以有的人 我們現在現主席 收分差不多 普通班的人 有差不多三千個 三千個 裡面 現在有差不多六百五十個 是24歲到45歲中間 都是台北 你不用擔心 沒有台北 沒關係 中華民國 當時來統計台灣 小學畢業 就在做我們的校長 我們都沒有小學畢業以上 請問 小學沒有畢業 請你拿手 都有 這樣好 這樣比中華民國 比較老 比較用 這樣你都可以做行政官員 對不對 有 這樣就對了 你不可以 自己看你自己不會去 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你自己看你不會去 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做 你會覺得說 我不是精英 各位 在座各位 你都是精英 你不可以叫媒體跟你騙 說 那些人都是精英 那些人絕對不是精英 你看看 財務的財務 對不對 那個 什麼 變形設計 我有想到 越想越難過 是對我們台灣 台灣人 怎麼會這麼僵供 當然 你現在不必要 和中華民國直接對抗 所以我說 恥白 美國不準 你不可以 做一個恥白 說 USMG 跟中華民國直接對抗 不要 當然 到目前為止 掛USMG的車牌 中華民國的警察 是都沒有跟你出份 那是事實 但是我沒有贊成 你自己去掛USMG的車牌 如果抓到就說 你去叫美國來 你沒那麼大 我再說一次 不要跟美國 跟中華民國直接對抗 你如果好等 你跟美國對抗 你跟中華民國對抗 因為他有管轄權 所以你不要 你說我來抗稅 這都不對 當然 你現在有搞一些稅金 後來我一定把你偷偷回來 這樣好不好 所以你不用現在 不用現在 你說我現在做兵 繼續去做兵 沒辦法 你沒做他跟你要過 他有管轄權 所以 像這種的事情 你要說 台灣民主不不好 不是不好 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各位 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對不對 不對 三四一聲 我們到底要準備好了嗎 你們各位要有一個任務 你們一定要做 一個人要付這個介紹 10個人來新清台灣公民身份證 這樣好嗎 好 好的牙手 好 如果牙手 如果沒有做 肚子痛 因為我沒有 我不能跟你罵 說要怎樣 不說我把你抓去捏 都不行 我們都說你肚子痛 所以你肚子痛 你就會說 我打開阿伯的承諾 你記得嗎 好嗎 好 都說好 奇怪 索兔也這麼慢 百人 一兩百的人 也是一樣這麼慢 有時候各位 你們要當前 我們的幹部 我們的幹部 他們也很辛苦 你不能想說我們都很高興 每天在這裡睡覺 睡覺的時候有夠辛苦 下個禮拜 8號 9號 10號 是51屆 你們要記得 你們是50次 這是50次 後禮拜 51次 沒休息 51屆 下禮拜是51屆 然後後面那禮拜 就是13號 就17號 那是日台精英 日本的21的少年 要來這裡受訓 再過那禮拜是52屆 52屆 52屆 再過就是高級班 現在高級班 你要先把你們的酒店補名 因為我高級 現在高級班 還會募萬 我們募萬 時高 還沒有餘睡覺 我就去睡睡覺 我就去睡睡覺 我最愛說 一天一天睡睡睡覺 我總不能讓你睡睡覺 就這些幹部 總理 我們睡睡覺 真的 我是說真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老爸要先補名 因為 看起來 不然事情的 速度會越來越近 這是很幸運的事情 所以 你看我們 我們月頭也有開一個火 我們台南酒 在臨申路的一段 一百十九號 就是以前的阿扁的飯店 這禮拜的拜 是我要去臨申路一段 一百十九號演講 因為高雄以前 人數 在這六個酒裡面 人數 差不多八了 八了第二名 所以 現在是 請全力 要來台南 讓台南人 原來可以來了解 來申請這個新聞情 不然 後來 我們現在是高雄最多 變成說 後來所有 我們台灣政府的官員 都是高雄人 這樣買嗎 這樣好 這樣好嗎 好 說好的都是高雄人 對嗎 我也知道要平均 而且平均你就沒有收分 你沒有那一段 庇合政策 我必須認命 所以各位 後來一定都很公平 你如果沒有來收分 不好意思 我再說一次 沒有來受訓 你說我民進黨 我民進黨做這麼大的官 我還要來收分 這有時候要來 這是政治倫理 對不對 對 他們現在來都拜年後面 對不對 對 拍手 我們一定遵守政治倫理 想救你當時你不來 當時他不來 當時他不來是因為 他也怕 他還不怕死 現在我看 不怕死 只有我一個 衛頭 只有我一個 不過是 他還沒說 我們的總理 這些人都一樣 不怕死 其實民不怕死 很清楚 八爪毆 我已經公佈了 十萬億叫我們什麼 台灣民政府 美國的國務院叫我們什麼 台灣民政府 美國的聯邦 台灣民政府 甚至美國的 Bank of America 美國銀行 給我們的帳戶裡面 什麼 台灣 台灣民政府 和銀行 都叫你台灣民政府 這樣台灣民政府 是不是歐利寫在上面 有沒有 這樣有什麼好怕 有人說銀行寫台灣民政府 這樣還有遵守 銀行如果你的支票 上面寫你的名字 有沒有 寫你的名字 唯一獨 無二的就是你 對不對 如果頂完什麼 台灣民政府 這樣是不是台灣民政府 如果台灣民政府 在美國 已經保護傘之下 台灣民政府 中華民國敢跟你怎麼樣 我跟各位說過 中華民國 跟我們背書 拜託 後面有任何人懷疑 你的旁邊跟你懷疑 拜託 叫他卡165 你給他出一塊 你說一塊我出 你給他卡165 你要問說台灣民政府 是不是詐騙集團 我幫你保證 他不敢跟你說台灣民政府 是合法 但是他會跟你說 台灣民政府 不是非法組織 我們不向他定義 是照你來說 中華民國要向我們定義這麼對 不是要把定義 是他要向我們定義 他要向我們定義 敢說我們是非法組織 他不敢說 他不敢說 建議為止 所有的民家也不敢說 台灣民政府是非法組織 甚至也不敢說 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像TBBS 報一次 那是百萬的 他真是百萬 報一次而已 可能報一次 他們的主管 還是上面看到 他就說你去哪裡 拿下來 一次 你要有所有的民家 陸陸續續報到 報告和憲主席 為此報到最好的 第一名是三立新聞 但是三立新聞報得很好 只有一點不好 他說台灣民政府的 身份證是自治 自己做 說自己做也沒問題 是我們自己做 但是美國替我們做的 其實是這樣而已 現在有身份證的拿去多少錢 還有一碗 沒有啦 所以你一碗 後來你要跟他證明 說你是台灣人 你若不是台灣人 我告訴你 我們責政他 要換新台幣 要換做正台幣 正台幣 正台幣的時候 我們就有國民黨 那時候 用一塊的新台幣 換四萬塊 我們不是比較兇 我們是要算利息 一萬一塊的正台幣 中華民國的新台幣 要用四十萬來幫你換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在座各位 你只要那個身份證 只要用身份證就探視 但是你不能幫人換 我先講喔 你若拿白人的錢來換 幫我們換 這樣叫做什麼 叫什麼 貪污是不是 這不敢說貪污這樣 說土利 土利跟貪污一樣 什麼 四行 你不要換多少錢 四行 你如果四行 我會不敢 不能這樣 自己的錢就好了 你自己換 你只換那些錢 你就賺錢了 還有我們的議員跟總理 又簡單說 你若去 我們現在 新興十分錢 花一千塊 四行行你五千 我不知道 後來 五千是行正台幣 還是 教育新台幣 那些幣子 五月 不能用正台幣 因為正台幣 那些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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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替人家申請 你受訓 你也不能用別人的錢 你要用自己的錢 你一定要自己去賺錢 有賺這麼多錢 才可以來受訓 當然 小孩子是不一樣 拿父母 那是應該的 吃別母的錢是應該的 所以 表面上好像是靠爸主 靠媽主 但是呢 你小孩還沒什麼賺錢 來受訓 拿父母的錢 這就是 可以被接受 我外國工作回來 日本田虹在1915年 的8月15個導航 導航的進行四個半月 4月1號 宣佈說 日本田虹的明治憲法 在台灣實施 當時讓我們台灣有參政權和參戰權 我跟你說 好家在好家在有這個教書 這個教書 在日本的外部姓拜訪的時候 我有拿教書給我看 我說請問 這個教書算不算數 日本 這個教書有算是嗎 日本的外部姓看見他說 算數 我說為什麼 用日本田虹的鷹在那裡 而且他教書跟什麼這樣廢掉 不可以廢掉 招書如果不能廢棄 而且招書仍然有效 很清楚 台灣的地位就是 到今天為止 又是本田虹的一個土地 一個一個 類似於日本天皇的特別行政區 各位 渲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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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教書 這個教書 是他所有官員都有遷移 所有官員 包括他的內閣總理大臣 這個教書 公佈以後 尤其是最近 日本人開始知道以後 日本人說 啊 他也要來揮 這個就是憲法 因為憲法第四條到第九條 在麥克阿斯 一天一天 用七天的時間 就修改 變成一個新的憲法 新的憲法 是四月份 還給日本田虹籌 日本田虹照古金山富兵條第一條的米 他放棄國家的事情 同時將管轄權交給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在日本 但是他記得 古金山富兵條不去講到台灣 不去講到琉球 所以琉球台灣南海這幾個地方 仍然在日本天皇的半管轄巷 因為他管轄是日本田虹的 那種真正的管轄權 叫做suspend 那這個suspend出來 美國如果統一就放下去了 看起來美國在要放 放下去到台灣人就有骨折 台灣人的骨折什麼時候才有 當日本田虹人民總督的時候 台灣人的國籍就開始 那一天開始就有了 很清楚 這國籍要來整天 再說一次 台灣人現在是沒有國籍 但是台灣人的國籍什麼時候才會有 日本天皇任命總督來台灣的時候 不一定來台灣 人民台灣有總督 那個總督不管是在日本還是在台灣都沒關係 他只有任命一個總督 那時候台灣人的國籍在國籍法裡面就自然生出來 那時候我們就脫離沒有國籍 那如果沒有 我們就生活在政治煉獄 生活在政治煉獄裡面有什麼 這一點就是公體的台灣人繼續在選舉 你不能看選舉 選舉是政治煉獄 怎麼說 你怕不出 全世界的無情台灣這種人在選舉 還送人籍 你們聽到嗎 聽到這句話嗎 你選舉送人籍聽到嗎 你要送什麼錢 你送多少錢 你送80塊 什麼這30塊而已 30塊加上50塊乘以4 四年每一年都給他拿50塊 230塊 選一個機我們要撩230塊 你說怎麼撩 我們有同意 你沒有同意 那什麼人規定你知道嗎 李登輝 我不要再說話 我今天要的是李登輝支友會的秘書餐 但是特別說 我也不得不說他 那不是他 台灣老頭走出來了 當他這樣 黑白髮 髮到我們頭頭頭 他說證明自限 請問怎麼證明怎麼自限 要說日本天龍的土地 是怎麼自限 你怎麼證明 現真 馬官條的 古今山和平的 很清楚的就是日本天龍的 這樣又不明嗎 台灣的地位還不清楚嗎 馬官條的 掛給日本天龍 就這樣和平條的 對日本不出份 日本天龍不出份 台灣這個土地 他說 第二點是日本放棄 抱歉 是日本政府放棄 不說日本天龍 法律沒有規定就是沒有了 怎麼簡單 這麼簡單 你不能看這樣簡單 這麼簡單 讓你來想 我告訴你 我也不要在這裡提醒 你想一波你就想不出來 不然你不會看 台灣的國際法復習不那麼多 對不對 國際法復習怎麼想不 因為他在中華民國的教育 六十八年的通知之下 那頭已經回不出來了 他一直想說 啊台灣人是中國人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所以補助理想說 什麼台灣人 他是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有什麼六十九%已經認同 那狗屁啦 那個基金會是中國人開的 我也想說 我也來講 各位 是中國人的牙齊 這樣我說百分之百 台灣人認為說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普通來叫他頂 這樣好不好 不可能 那些人會幫你笑 這叫取樣的問題 取樣 調查的取樣 他賣錢 他在台北市 台北市叫做中國誰 我住在台北市 外邊都是中國人 沒有你不相信 你如果去那裡問 你什麼人 他會說他是中國人 他不會教你台灣人 所以說 補助 都不能相信 你補助 你看補助 你也知道 台灣跟中華人 你也不要把他招開 你就永遠生活在政治煉獄 美國說不能公道 為什麼不能公投 台灣為什麼不能公投 尤其是 事情牽涉到台灣主權的時候 就不能公投 為什麼不能公投 你最久講得這麼久了 我跟你們講過 為什麼不能公投 知道嗎 他手 還聽到他幾個而已 不能公投 是因為台灣這個土地 住兩種人 一種叫做people of Taiwan 就是奔土台灣人 另外一種是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 兩種人 台灣人跟中國人 你怎麼公投 聽誰的 所以美國說 你如果說生活有關的 你可以公投 但是牽涉到台灣主權的 不能公投 美國說得真正 美國說台灣 不可以獨立 獨立代表戰爭 為什麼台灣不能獨立 因為台灣這個土地 什麼人的 日本天王 日本天王 如果不獨立 你獨立去 白人的土地 這個土地 就白人的 你說要把它蓋住 你可以去 中華民國那裡 只有中華民國的法律 裡面 有違章建築 全世界你看不違章建築 這個儀 沒有你不相信 你去美國 請你蓋一個土地 你看看 土地你蓋住 可以嗎 中華民國 他怎麼可以蓋 因為那些老鴨 流亡在台灣的人 沒有房子 那些人是戰地為王 請你蓋 蓋著說 現在法律說蓋 蓋什麼 地上泉 地下泉 世界哪有什麼 所謂的地上泉 那都是他們所收出來 像中國人是有這堂而已 台灣人沒有 所以台灣 屬上 開始叫他 不要說童話 真的叫他腐化 變成說不知道 台灣人不知道說是非 已經長久以來 台灣人不知道是非 所以各位 我們來自這個地方受訓 要學的就是學這個 只有針對 這個法律來去走 這樣子 我們台灣才有 一條路可以走 所以 各位 我們在這個受訓 雖然是時間 不說很長 時間很短 但你看 我們每一個 每一方面 我們都有鋼書 這個鋼書 不是我們黑白境的 這個鋼書 也要補給美國 同意才可以在這裡上課 所以各位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上這個課 我也很高興 我們現在放眼一看 年輕人佔一半以上 這不簡單 你不相信 你沒有你看 所謂的獨派 或是那個統派 開花 都是 他們都白的 都是老人幫 我們都年輕人 是不是都年輕人 沒有啦 你喔 你是天生白頭髮啦 我如果說天生白頭髮 這是我的微信論 沒有不對啦 但是你的臉不錯耶 紅膏恰恰很好 好 給我拍搜一下看 他是我們的 我知道他是生物科技的專家 聽說高一比 不是喔 生物科技專家對不對 我沒有講錯 我總是講對了一件嘛 我沒有看名 不過各位 你們那個 履歷我每次都有看 因為 我希望說我們裡面 可以搶一些人出來 年輕人 尤其是年輕人 我們現在也要做 120和140的政治局的精英 政治局的精英 如果讓我們逛到的 不用出錢 你不用出錢 我們中央出錢 自己訓練 這樣好嗎 好 因為我一定說 你就不好 中央政治局的規定 是25歲到45歲 中間 所以如果沒有經濟 也不要說 因為45歲以上 很大的官 這樣好不好 因為我們希望 年輕人這輩要出來 年紀那麼大 這些人 像總理說 總有一天 總有一天 要離開 要離開 但是 年輕人 因為我們 既往是這個 會比較 我們阿伯政府 一定是三代 老 中 青 三代 一定都會有 如果 老中青 就說 局長 是老的 中年的 做副局長 可以來替範 這是我們 我們希望的 台灣的政治 大家都要 電腦 你現在電腦 我都幫你煮菜 煮好了 你不是說煮菜煮好 你都不可以用 回去 如果不可以用 你有100塊嗎 如果不可以用的 有100塊 有不 年紀大有100塊 有不 好 100塊 拿來叫你的 後生和女兒 來 趕快上網 上一次 給他100塊 我一天聽他說 有的人說 一百塊太少了 不然你是要煮菜 你不要跟他說 我餐這麼大人 要幹什麼 各位 一定要給他電腦 一定要給他電腦 我們還說回來 日本導航一奧 導航一奧 在1951年的9月8號 簽這個 就件和平條約 簽的就件和平條約 到4月28號生效 1951年簽這個和平條約 的時候 中華民國已經 沒了 中華民國在當時沒有的 他在1949年的10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佈 因成立 同時從中華民國宣佈 以消滅 所以中華民國在當時走來台灣 他在1949年的12月3號 他宣佈 聽得好 這句真的 他宣佈 遷都台北 遷都台北 流亡政府 英文名字 在當時開始成立的 叫做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不是叫做中華台北 我是要跟你問說中華台北的舉手 中國台北的舉手 中國台北的舉手 我就這樣問也沒關係 Chinese Taipei 叫做中華台北請舉手 Chinese Taipei 叫做中華台北請舉手 沒有 中國台北的請舉手 你都沒有 我都很不意思 你問都不可以回答 不然比較慢 我就要幫你討論一下 不然不然幫你打 當你也要把手 Chinese Taipei 世界上的營業名字是什麼 Chinese Exile 流亡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你說那些臭書很難 Chinese Taipei它就比較難 我們這裡有臭書 我們這裡有臭書 大學畢業的請舉手 這不敢這樣 這都歪了 Chinese Taipei 你問你的同學 怎麼辦 中華台北 中國 台北 都領分 不然 我們臺灣政府的時候 要領分的時候 我他們兩個出出這條 Chinese Taipei 不要再假了 什麼中國 台北 中華 跟那個沒有關 這有例子 Kook 你知道嗎 Kooker 20 Kooker 那個網站 或是雅虎 你跟Chinese Taipei 打英文的 你英文就跑出來 你要打英文就跑出來 他就有幾個東西 French London Korea Shanghai Tibet Tibet 達然沙拉 各位 這是真的 這句話真的 所以你要看 但是中華民國 不會跟你說 報道也不會跟你說 跟你們說 中國 台北 中華 台北 所以我們這些年輕人 看不見 不怪說 如果得到獎牌的時候 那些雞子都散了 散在黑白生 阿公很高興 說為國爭光 我就想要為哪一個國 各位 我相信你在座國威 你外國怕你 你還不知道 那些人說千里是甚麼 國際上都知道 中華民國 流氓在台湾 這個是他參加國際做一個名稱 包括 你不要看那些 看醫生 說那個做 那個做 那個做 世貿 我說 再來 世貿會 世界貿易組織 我們用甚麼名字 參加你知道嗎 我們用 用甚麼名字 獨立關稅領域對不對 獨立關稅領域 知道嗎 他說 你有看我的文章 你不能看他 獨立關稅領域 就是說獨立 獨立關稅領域 對的牙手 也知道這個獨立關稅領域 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知道嗎 只有一個人而已 各位 什麼叫獨立關稅領域 WTO 世界貿易組織 各位 你沒有牙手 也是應當的 你一定也不知道 他給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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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 李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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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做過 總統嗎 你這個 參加 WTO 是你主導的 叫蔡英文去簽 他說連蔡英文 也不知道 和簽的人 不知道 獨立關稅領域 是甚麼意思 我告訴他 獨立關稅領域 就是佔領地 簽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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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座集 在法律上 在國際法律裡面 叫做關稅領域 這位對來 美國跟墨西哥戰爭 美國佔領了一個墨西哥的港口 那墨西哥的港口的行李人 說 我這些稅金 要交給甚麼人 要交給墨西哥 還是要交給簽名軍 他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 他告去犯儀 所以犯儀裡面 最後犯儀 打開 他說 佔領地區 叫做關稅領域 台灣 他現在 在台北TO裡面 他用 獨立關稅領域 獨立關稅領域 另外一個新的名稱 另外一個名稱 就是 分離關稅領域 台灣跟澎湖 叫做分離關稅領域 但是由家鄉 金門媽祖 變成獨立關稅領域 因為金門跟媽祖 是他中國的土地 他是 中國的叛亂的組織 金門跟媽祖 所以這個部分 是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台灣 是因為 日本 跟日本分離的 關稅領域 所以獨立關稅領域 統稱 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這樣來的 你有嚇到嗎 所以你看 你拿國際法 跟不拿國際法 帶人就好了 你回去喔 可以跟他炒肥 不然你不相信 你回去如果 有些獨立關稅領域 什麼叫獨立關稅領域 如果沒有 我隨便你了 這樣你開心嗎 你有價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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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一拍這樣而已 還有一次 你有 你有 你有價值嗎 你有價值嗎 沒有價值嗎 我告訴你 大方圖 那都不算 你做你長期給他 他給他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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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 獨立關稅 什麼叫獨立關稅的樣子 不會啊 你有討厭嗎 替你給小賓 你不要討厭 給小賓 請你去台北 什麼意思 他就中國 台北 中華人 你又不對了 討厭 你討厭 討厭 再討厭一次 10月25 叫台灣光富節對不對 他說對啊 再討厭一次 那天叫什麼 交戰國佔領日 什麼時候結束戰爭 就要做這個和平條約生效 才叫做中戰 你今天學這些 你伯支你六千塊 你交六萬塊就沒人幫你交 對不對 拍手 你來這裡學很多 你像國際班 你學多少 因為我不能說太親愛 因為說太親愛 你會飛去 初級這些 你學這些就好 現在不能移鑽租款 這你要去買 流氓政府不擇就地合法 所以中華民國你怎麼選 你就沒辦法就地合法 所以你阿扁也好 理政委也好 什麼都一樣 你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想要改名 改到台灣 永遠不可能 因為國際法規定得很清楚 流氓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你是要怎麼比 所以你再參加總統選議 你參加一萬次也沒效 你這個回票 你是延續中華民國的生命 延續中華民國的生命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自己主宰 海市我們的後代 所以你們去選議 你有去選議嗎 你有去選總統的選議有嗎 如果有請他就去 坦白來了 坦白來了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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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班 好啦 真的假的 你們先生有去打嗎 有啦 也是一樣 也是後代是後代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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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告訴你 2016年沒有選舉了啦 我告訴你保證 絕對沒有選舉了 但是2014年 我們阿扁 不知道我就把它撞掉 是不是跟2014年 我們會訓練 人已經訓練好了 如果訓練好就我就撞 如果阿扁訓練好就沒辦法撞 這是實在 但是雖然沒辦法撞 你也不能去選舉 好嗎 好 我要選舉手 去選舉手 我先跟你說 我告訴你 我可以說你手撞不免 我也很無可奈何 對不對 我不會跟他發款 你看你回那票 他拿30塊 啊選下去 政黨又拿50塊 夭壽喔 全世界沒有這種制度 我跟美國說的時候 美國也不相信 哪有可能 全世界有這種制度嗎 什麼人做的 李政輝 李政輝 我告訴李政輝 割英文 他講 為什麼怎麼割英文賣掉 因為他在選舉那年 去年 他跟他說一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他要說這句話 他去美國訪問 美國訪問的時候 他跟我們說 報告很大幽 他說這是頭一次 台灣人到美國的國務院 我就故意說 他沒有去國 國防部啦 沒有去國防部 美國正式跟他說 我們沒有邀請他來國防部 因為他是中華民國的選舉的好選人 所以我們不可能邀請他來國防部 他去哪裡 他去美國國會 地口的圖書館 跟他面談的人 兩個人 一個是國安局的一個人 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 那個 智庫的 主任 兩個 說什麼 蕭美琴背衣 去跟什麼人說 跟什麼人說 我跟他那些都嫁 那都不是真的 真的都不是真的 所以 他回來 他後 他跟他說的內容 我也知道 他跟美國說什麼 他說 中華民國是流行政府 美國很高興 他說好不容易 一個政治任務 已經開始知道 台灣的這個 地位 沒想到說 他回來 開始要選舉 10月11日 他說10月11日 不對 應該是10月11日 10月11日 他在勞工 高雄的勞工中心 中心 他說什麼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外來政權 是台灣政府 美國回家 他說他一定落選 當時跟我說 他幾天才跟我說 他說 他會輸一個 滿英九八十萬票 他說八十萬票的時候 我嚇一跳 他說你在你們的忘年會 要宣佈 那我想 我去選佈 如果你說七十九萬票 還是八十一萬票 台灣民政府就關門了 對不對 要開花錢 兩天 我跟美國說 我真的可以講嗎 用你一定要講 因為監視器都給你看 那天幾千的 我只好怎麼 硬著頭皮宣佈 這一次選舉 1月4號選舉 馬英九會贏蔡英文 八十萬票 大家很久才給他拍手 之後呢 我問大家說 你們相信嗎 大家都說相信 我那天不記得說 如果不相信的話 會不會痛 沒有 但是我告訴你 思考 大家回去對不對 警察都說 秘書長是在氣候 啊 蔡英文 氣勢這麼年齡 那小豬這麼多萬隻 哪有可能 他不是說 我講完 我也心裡面 喊喊到 結果呢 選舉的時候 我一直跟主委說 幾票幾票 那有時候 真真真真 輸到什麼 八十萬 之後 七十萬 九千幾這樣 我跟他的預測差一千票 有準嗎 他不是跟那個準而已 那當年 阿扁在選的時候 那兩條選舉的時候 美國就跟我說 阿扁會贏三萬票 但是選之後贏三萬票 幾千萬千多萬人 那兩條選舉 差幾票 說得準 不是跟我們這樣而已 安倍晉三 要做總理的時候 那些美國 你跟我們接觸 他說喔 你們要支持誰 我說你跟日本人 是什麼人比較接近 我說 就只有一個人而已 安倍晉三 跟那個愛知河南 安倍晉三 他來訪問我們的時候 有派他的助力 來我們這裡上課 但是他下台啊 下台之後五年 還出來 美國比較支持 那時候 住民黨這100公8席 農總的眾議員是480席 你知道他怎麼跟我們說 他說這次選舉 住民黨的320席 320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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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時候我問所謂的 就是日本人 大家都沒人相信 啊 住民黨也不行了啦 100公8席 所以他們幾席 320席 他跟我說3分之2以上 4分之3以下 320席 住民黨 還有 維新黨 54席 眾人的黨 19席 尊家會怕死人 所以那時候我就相信說 你知道台灣 有死亡幾個人 2000名 當時美國的軍人現在有幾個 現在已經超過2000在台灣了 在哪裡 樂山啊 新甲的樂山啊 家山啊 清泉鋼啊 這個叫做紀錠啊 那個叫做造型的軍港啊 有2000名 所以你說美國都沒在台灣 NO 他在台灣 所以中國 有那麼多 笑聲台灣 不用擔憂 那中國人現在一直來 一直買東西 我跟各位說你安心 為什麼安心 我記得 日本人很有錢的時候 他們都四處去買東西 和美國的帝國大廈就買了 哇 紐約啊 社會的飯店買了之後 我那時候也替美國人擔憂呢 我問美國說 美國給我 定一句話 他說 Roger 你敢不看過 我們的四處燈飯店 讓日本人把我們搬去 東京 你聽到嗎 他跟你賣了 他說你敢不看說 日本人將我的四處燈飯店 把我們搬去 東京 沒有嘛 今天已經都什麼人 都從美國找到回家 為什麼美國找回家 美國找回家 遊戲嘛 啊日本喔 日幣很 去到外面七十八塊嘛 所以今天中國人 在我們台灣在買東西 我要說一句話 歡迎購買 我們這場以後 要一個命令 那些東西 撥起 回到台灣的手頭 這樣好不好 我現在說一說 中國會投資 減少在台灣投資 要求我 我現在錢出出都給你收 絕對要這樣做 說到日幣 七十八塊的時候 美國跟我說 我最初在這裡說 就在這個位置講 我跟美國跟我說 日幣會從七十八塊 貶值到一百塊 你會去看 那個蟒肉啊 我們的蟒肉還要到的 現在多少了 九十五 貶值有什麼好處 日本開始又賺大錢 現在賺大錢在後 他就變成美國說 這樣好 你日本你要維護 東亞的安全 你有賺錢嘛 你要增加軍備 連一二十 那些國家的元首 對於日幣的貶值 沒有一個國家講話 如果美國在後面 在頭中 就隨著你 美國一手操作 所以 各位有三分錢 你要去那裡 貨幣戰爭 我推薦貨幣戰爭 我們的精英 一百二十個精英 第三分 頭前幾分要去貨幣戰爭 裡面有比較輕 但是 你們年輕人 要去念社三本書 不過 你們如果去賣到那裡 那些刷的機械 你們不要賣 我先賣 我先賣一百二十分 給你們賣到那裡 我賣賣到 我現在把貨幣戰爭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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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六折 我找賣 那些 書店 是賣 五點五折 五點五折 還要過半年才能拿到 拿到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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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 我六折 他買 你也 漸市賣買 一個月以後再買 如果要買 來找我們這裡買 買六折 你外面買不到 這樣好不好 真的不可以買 漸市賣買 我自己談判 貨幣戰爭 這是 這是 翻譯的 這是外國人下來的 翻譯的書 這三分以後 再來要投的是什麼 就是 美國的國安 參謀聯繫會出的一本書 那是跟國安有關 我們所有人要投 要搶 要搶好的書 來投 沒有路用的 不要投 浪費時間 尤其是中華民國的都不要投 中華民國的福祉都不要投 他要投什麼 你們投 中華民國的歷史 現在有用的 你可以拿去看看 我如果跟你問 好像 那個 教務長跟你問 台灣的民主英雄 知道三個的請舉手 他最過關 台灣民主英雄 你現在說三個人 三個有 沒有 知道會拿手 你如果跟你說 中國的三個民主英雄 大家都會拿 知道 台灣的三個民主英雄 什麼人 什麼人 阿武王 丹伊貴 對不對 阿水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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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他差一點成功 所以我告訴他 他說長城在哪裡 都知道 我來跟他 阿水貴 為了很多 你不會 阿水貴 阿水貴 你也不會 阿台灣的建設 長城你都知道 中國的長城你都知道 阿 台灣有一條 比長城更長的 建設 叫什麼 加南大陣 那是很不甘 今天我們有米好吃 有米好吃 八田雨衣 日本東京台北 約一十幾歲 就派到台灣 建設 加南水 水浸 如果沒有水準 台灣就偷偷偷 我跟你說 國民黨 國民黨不跟你教 真真正在 對台灣有說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肯 我知道這些 也是六月 去撤去搜 才知道 各位 歷史 要重寫的 地理 要重寫 你中國摸那麼多 有效 沒有效 共產黨 我只說他幾個月就好 當然共產黨 沒有台台灣人屬實 國民黨 才是台台灣人的 罪虧禍手 但是共產黨有一點 他的憲法裡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他規定只有一點 個人不得擁有財產 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在中國 你怎麼看 他中國的好人 人生十名 每年就在換 每年都在換 他沒有個人的財產 如果個人的財產 我們絕對財產 絕對財產 絕對財產 台灣的風氣 越來越壞就是這樣 所以 我們民政會的工作 我又不會去美國說 我們不只在街掌政權 對台灣的社會的道德 文化都要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我就告訴我們所有幹部 我们要从干部做起 这部在台湾民族有这个地方做得很好 就是说 让人碰到的东西 从来不会真的丢掉 有一次 有一个摄影 那个是camera 照相机 撞到 我把它钓在楼下 钓三四五个 那个冬天堂等会看到 外面的还在那里 说对了 那里的 拿起来 都没碰到 所以各位 我们到台湾民政府来受训 是对的 是正确的 我们不是讨论这个合文而已 我们也要有道德跟文化 台湾的道德要重建 台湾的文化要重建 我们不希望由中国文化 来污染我们台湾真正正正的文化 我跟各位说 昨天发生的时候 三一月九年 三一月发生的时候 日本人摆态 日本人凌隔二十 他就不想唱 汽车绝对不会操态 那是操车 整个机器 这跟台湾在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导航的时候 没有警察 没有军队 台湾人没有犯罪 犯罪率零 一直到中国的军队 在台湾来折磨的时候 十几天里面 台湾的风气开始变卖去 到警力一塌糊涂 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我们上海的时间 时间真的很悠閒 我的口 这些口可能 跟这个地方要来结束 你如果要继续上高去班 要向酒店报名 再说一次 你不能报佩 你不来的 你如果报就要来 不然你会接受他 那天我会想问 今天有问说 要拿纪念车去隔壁有吗 要拿纪念车去隔壁有吗 我等下要叫天林车去隔壁有几个 有几个 南侃 那个隔壁的隔壁 隔壁的隔壁 好 南侃的隔壁 南侃的 好 台隔桃圆车站的隔壁 好 这样我知道 今天草要向到这个地方 接下去就是我们当仪长 要来说今天的回顾 毕业感言 来 谢谢各位 谢谢 请客气 请客气 各位先车坐